上个月我们经历了可以说是史上最惨的新财年绿卡排期 当我们的悲伤情绪还没有得以缓解 移民局就又发布了最新一个月的排期情况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进入2022新财年的第二个月 美国的移民大环境是否有所改善呢 纵观整个11月的排期安排 可以说是有好有坏洗油半餐 好消息是EB2的表A和表B都迎来了大幅度的前进 而坏消息则是EB3的表A和表B遭遇了大幅度倒退 还有个不太好的消息 则是亲属类相关移民全部停滞不前 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还是先从职业移民看起 众所周知EB1对中国大陆地区出众的申请人 已经从今年4月开始取消了排期 而最新发布的国务院表A中显示 11月的申请人依旧是处于无排期状态 这也就意味着申请人可以同时递交 I140和I485两项表格的申请 这里我们再插播一条小科普 就是这两个表格分别是做什么呢 I140表格为移民申请表格 也就是大家通过这个表格向美国移民局提起移民申请 职业移民类需要用到的就是I140表 而亲属移民类用的表格则为I130 I130或I140表格申请通过后 就进入了下一阶段调整身份 此刻I485表格就要派上用场 I485申请是指调整为绿卡身份 这个表格是通用的 无论你是亲属移民还是职业移民 都需要通过这个表格 变更为美国永久居民 也就是绿卡 我们继续看回EB1的表币 从今年3月开始表币也取消了排期 所以相当于大家通过杰出人才EB1来申请职业移民 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拿到绿卡 这充分说明了美国对于人才的爱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1月排期的最大赢家 也就是EB2移民类别 这个类别主要针对的是硕士及硕士以上学位的职业移民通道 当你研究生毕业后 找到愿意为你申请绿卡的雇主 就可以通过EB2那边提交移民申请 回顾上个月的排期 EB2还停滞不前 但11月表A就恢复了以往的大跃进失通 排期直接前进137天 来到了2018年10月15号 与此同时 表币排期也差不多前进了5个月 来到了2019年2月1号 大家正在通过EB2申请移民的小伙伴们 赶快把自己的爱485申请准备起来吧 相比于EB2申请EB3的小伙伴们就有苦说不出了 EB3对应的是大学本科学位的职业移民通道 当然如果你拿到了研究生 也可以通过EB3来申请绿卡 在先前的排期中 EB3的排期其实一直略快EB2 而就在刚刚移民局发布的最新排期中 EB3的表A排期大幅度倒退了292点 回到了2018年的3月22号 表B排期自然也是跟着退回到了2018年的4月1号 倒退幅度多达289天 鉴于这种倒退幅度 移民局怕大家hold不住 还专门给了备注来解释 大概就是因为移民局前段收到了 大令EB3类别的爱485申请 所以让中国和印度申请人的排期倒退是有必要的 小编推断这里出现大量申请的原因 恐怕就是因为EB3先前一直领先于EB2 所以造成了很多本来可以选EB2通道的研究生们 也进到了EB3的排队大军中 回顾过去一年 EB3的排期在短短12月来前进了26个月 如此神勇的表现自然吸引到了大量的申请者 不过选择EB3的小伙伴们也别太失望 因为根据以往的历史规律 EB2和EB3的排期速度总是交替领先 所以下个月是啥情况 还不一定的 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 职业移民的另外一个类别EB5 在最新的排期中战无变化 目前表A表B都停留在了2015年的11月22号 接下来我们来看亲属移民大类 纵观整个11月的规划 所有亲属移民类别的排期均有了变化 这个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美国限制移民边境 驻海外使馆不再办理常规签证业务 所以导致了亲属移民绿卡签证业务全面停滞 虽然现在疫情程度稍要好转 但是亲属移民的稳步前进 可能还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才会到来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现在的排期情况 公民21岁以上未婚子女士宁类别F1 表A排期停留到2014年12月1号 表B排期则停在2016年的5月15号 而绿卡持有者配偶及 21岁以下未婚子女F2A 表A表B继续保持无排期 提交申请 移民局便会第一时间做出处理 绿卡持有者21岁以上未婚子女F2B 表A来到了2015年的9月22号 而表B则是2016年的9月22号 美国公民拟婚子女类别F3 表A停止日期为2008年的11月22号 表B则为2009年的8月22号 最后则是美国公民成年的兄弟姐妹F4类别 表A停留在了2007年3月22号 表B则是2007年的10月1号 好了 以上就是移民局发布的2022年10月份最新的排期安排 已经在移民申请或者即将打算申请旅卡的小伙伴们 快去查看一下自己的排期情况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